宋榻定武蓝亭 武资未损肥本 顾文斌把这一本蓝亭 刻录进了过云楼藏贴 他把董奇昌以后 所有的明清两代人的提拔 都放进了过云楼贴 但是宋元的提拔并没有放进去 因为当时顾文斌认为 宋元的提拔是非常珍惜的 也很少见 所以他认为宋元的提拔 也是要密藏的 所以至今的研究记载 都是从董奇昌以后的各类提拔 但是没有宋元 那么这次我们出版了 也把这一部分增加进去了 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读者和观众 看到整个披挂整齐的 宋元明清所有人的提拔 这样也可以方便所有的学者 还有感兴趣的读者去研究这件东西 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这个本子 其实它的字口是非常清晰的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 柯九斯兰亭 以及日本的国宝 兰亭十三把 也就是现在俗称的读古本 那么这个读古本和柯九斯兰亭是现在最重要的兰亭研究的一个范本 但是我们这个兰亭面试了以后 也给大家研究兰亭提供了更多的学术研究点 因为我们的字口相对更清晰一点 那么大家可以在研究这个书法技法传承的源流过程中 更加的明白王羲之的书法比翼和他的书法的结构 那么这也是铁在书法研习者的这个学习书法的过程中 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过云楼并目蓝亭五字未损肥本 是过云楼的秘藏本 从未面试 这一侧是由西领云社出版社 精硬出版 它的印制是特别值得推荐的 它印刷由于现代的技术加以分色调整 比我肉眼来观看我们800年前的这一个版本 更加的清晰 所有的印章 纸张 所有的字口 都能够很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的印刷品上 原来这一部是首卷 现在由于印刷关系 我们现在给它改为测页形式 希望能大家喜欢